欢迎部长 我们这次要讨论的是应变管理跟布局的一些相关的事情 讨论到我们台湾是当然全球的民主的伙伴政营理念 特别是因为我们以今天为主的光业链是民主阵营可以说是最新人的盟友之一 这个也导致我们成为国际上属于除外的资源工房热区 而且很多最新的APT大概都可以在台湾找到聪明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全面升级我们的资源释放下各不融化的议题 在下一页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之前在CyberSight分享过小课的小故事 大家知道我们是白人企业开幕 开幕之后就过嘛 开幕之后我立刻几乎就确诊了 然后确诊之后呢就变成连续判工 就大家知道人类有七天在家 但是呢好在就是从就是看到确诊 就总结大家这三天的时间 我们莫达的就是说股的资讯处就很成功的做了整套的就是ZeroTrust的系统 那其实我们看国外也是一样的 就是哪里有这个封城或者没有封城至少有去上班的情况 那哪里这个ZeroTrust就建立得出来 那但是呢哪里没有 那ZeroTrust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就不容易倒入 那所以好在这个我不管是用新动自然评诊 用有固定的IP的有MDM的这个诊套的这样子的 同事认诊设备连线跟设设的方式 前功完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那所以也这样好好的过了七天 那正常上班的没有请假 但是我这个关了七天嘛 当然他们那些人很希望能够趕快回办公室看看 所以我解隔离的隔天那是一个周末 办公室都没有人 那我就自己跑回去办公室 也没有告诉我咨询处 然后我去了之后就发现说 因为我跟我心里没有看到 他们正在测试新的那个打卡系统 就是把打卡的门禁 整合在同一个系统 那好那之后我就进去 然后也就是授权认证啊开门啊都没有问题 那这时呢同样跟我就是同一天去加班的 没有越好就是碰到的是 我们的咨询长资产厂 学生寺厂以及他的这个专案规划系 那我就发现说 我的那个上号 我是变号第一号 那是可以去维护其他员工的上号 就是那个专案规则的上号 我可以去维护 可以去下他的这个authenticating sector等等 那我就立刻就说 这个是一个自然漏洞 因为我并不是咨询处的人嘛 其实理论上我不应该能够去维护他的账号 所以我就跟我们的那位规划师说 你看我就找到一个漏洞嘛 那其实这个就是 GeoTrust的新的想法跟旧的想法最大的不同嘛 旧的想法里面你既然人都到了内望 那你又是故障 那不给你管理的权限 他向他里说不过去 而且如果不给你管理的权限 你下次问起来的话 那咨询处是不是要倒霉呢 但是在GeoTrust的概念里面 Lease Privilege就是最小权限 这是最基本的啊 就是除非是真正有需要 不然我不是咨询处的维护人员 为什么要给我权限 但是它的差别就是说 因为我是在加班工的期限 我们在加班工的时候 整个GeoTrust 那真的都是Lease Privilege 所以我已经知道 就是融入那个文化了 所以我一旦到了内网 我就会觉得说 应该内网跟外网 不是应该有一样的这种 Lease Privilege的想法在上吗 所以我就跟我们自然上 立刻汇报自然漏洞 那当然马上就解决了嘛 我隔天我的那个权限就被撤销了 而且不止我被撤销 我刚那个专业规划师 这另一个权限也被撤销了 因为Uthin Preach 这个应该是有人入行做的 所以应该要全部都倒霉原点了 所以这个小故事其实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就有点像防疫一样 就是我们是靠着全民的守望相助 不是靠着什么非常top down 在他们的家里的方式 才让防疫成功 终于可以捐下一页简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Moda 所谓的三个人性构成的 全民守恶人性的基础里面的社会人性 就是守望相助 那防疫的意思大家是 非常人手能详 大家可以彼此提醒 戴个手啊 亲戚手啊等等 在所有人都打疫苗之前 能够守住这个前面紧迫 那三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 不管是部长发现自己 可能成为 这个没有灌射 East-Bridge的自然漏洞 或者是 任何人在日常使用系统的时候 发现说 那这边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可能的破口 那只要有个awareness 最是让你们的自然的人员知道 那其实很快大家就会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那在这个比较好的习惯 那在这个比较好的习惯里面有一个很critical 很重要的 就是好的习惯 它必须要比坏的习惯 要来得容易使用 我们知道本来的工业系统 当然好吃的就不管了 但本来的电子工业系统 大概都是要查自然评证 那所以如果你在外面签的话 那个过程叫签盒 你晚上下半前 一定要回班农市一趟查自然评证 才能够补签嘛 这个应该地方政府的没有改 那但是在过程里面呢 我们现在就想到说 但是我们能不能发明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它是 虽然资源上面是比较严谨的 就是刚刚讲到的同事业设备 跟连线跟身份 但是在用起来 它的那个subjective friction 就是它的主观上面那个摩擦 事实上是比较低的 就是用起来是比较顺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我们的工业厂商 联阳花了很多时间 去顺那个流程 去确保说 那我可以就是很正常的签盒 然后呢 因为它每份文件要分别sign嘛 所以假如我今天要签几份工业 那我就只要收支放在那个 iPad的指纹感应器上面 就是按下放下来 按下放下来 这样子要七次 那我就会批次把所有东西都签好 那这个并没有任何compromise 它也是PKCS compliant 它事实上是真正印象的电子线杖 那电子线杖法也都是合规的 等等 那一旦我们把这个流程顺过 然后发现说 或者我们的私塾上等等 它并不是为了Zero Trust 为了良好的自然习惯而用 而纯粹性会将情况比较快 比你差自然比较快 而用 很像无形之中 就养成了就是做人比较好的自然习惯 所以习惯要能够扩散 要真正能够达到失望相助 首要的就是它要比本来的那些不好的习惯 要来的方便 要来的审订 那同时就是点燃安心 那这个就是全民数学原则里面 就是社会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 产业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社会部有一个产业署 它跟自然书的关系 那个产业署长 医生化署长的一个讲法 就是Moda Mistrate Visual Affairs 那Moda大家知道是一个转词 的一个定词 所以那个转词就是说 跟各行各业界面的 那个是产业署 那定词就是确保那个资安的合规 那全部的法尊等等 指定出该资金的原则 而这个是资安署 所以也因为这个分工 所以其实包含产业 导入资安标准 像之前就是推的半导体的那个标准 或者是资安作为一种产业 这两个都在产业署 都在专资这边 那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知道绿局长 他就是分得在工业局 包含应用场余 工控 ITOT等等 IOT等等 他都相当的熟悉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会去美合 刚刚提到的这个 就是同意上提到的中小企业 他们其实一开始也并不是那么确定 说我要导入资源 行动比较好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透过像 女士集啊或者是第一大使啊等等 就是从中小企业处 和工业局移搏过来 所有部的这种现成的 这样子一个program 但是导入自然的这个仪式在里面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 这个预算是 本来就有嘛 政府可以帮你出办 而且是按照需求 用量来计算 与时期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换好几个不同的 vendor 或者找到就是 就是 比较适合你的需求的这种 设定方法 那然后就感觉比较安心 那这样的话大家就 就比较愿意来试一些新的服务 那versus 以前觉得说 你一定要一开始投资这样的大 在一笔钱来讲 我们收到的讯息就是说 那中小企业的这些朋友 他愿意在他数位转型 导入一个post系统 技巧程系统等等的过程里面 也来一并养成 刚刚讲的就是 刚刚好的自然的习惯 所以这个就是各行各业 在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 那也同时来注重自然 那当然最近大家也可能也有看到 我们在应电人型上面 也花了不少的功夫 包含通过 对通过卫星 从明年开始找起来个点 那确保海岚 如果有个不测的时候 至少 还有卫星链路可以用 那或者是说 我们在 因应各种新形态的混合的威胁的时候 我们开发了一些 共用的共同的系统 那 可以确保说 各个政府的部门 他管导入CDN 能够导入未来的一些 软体物料清单 那SBOM 等等的时候 我们是会补作 跟自然署 跟产业署 作为估计的大沙盒 我们自己都已经 现实过这些方式 而且是 它的Public Code 就是不只是 城市码的Code 也包含 Regulatory Code 我们怎么导入的 这些规范 都公布出来 那这个分年底 应该也会看到 一些Announcement 出来 所以大概这个就是 社团的部分 產团的部分 是我们的三个Focus 那麻烦再往下 那当然 那当然 潮水任性是全球各个领域都关注的议题 那 WF在全球风险报告里面提到说 当然Code 地缘 有各种各样的风险 那在这些风险里面 科技类的风险 最严重的 就是 Failure of Cybersecurity measures 就是 自然相关的失效的状况 包含 惡意的技术利用 技术治理失效 数位的权利 不对等的权利 部分其中 或者是IT的技术架构 失效等等 那这些就是 我们在风险类型里面 所谓任性的概念 就是面对风险 然后觉得可以从中恢复而已 而是说 每个风险 我们就预期它要来的时候 是透过这个打击 然后从中成长 去透过应变 来转型 然后来让 下次才能对类似的东西的时候 就加强我们的能耐 慢慢再往下 那 所以从 欧盟网络基地资讯安全系ANISA 或者是澳洲 网络安全中心ACSC 以及各个自然业势的调查 我们可以归纳出 各种不同的自然威胁情势 大概可以归类成五种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APT 新鲜色区威胁 所有定时攻击 主要是窃取精密资料的部分 那当然还有就是 技术上面可能 就是没有那么intensive 但是实际上 整天都还碰到的 社交工程 诈骗 等等 这个我们最近也透露了一些力气 包含就是 IMS区相关的缩网 区相关的等等 都提出一些对策 然后勒索软体攻击的风险 当然有提到 那还有就是 IOC跟Mobile 它的自然弱点的威胁升高 那还有刚刚提到的 为什么我们要做SBOM 这些策划 就是因为 战略供应链的安全 光和软体的供应链 当然还有实体的供应链的安全等等 那面临这些威胁的情势 那当然大家提到 就是最基本的什么 重大漏洞讯息啊 即时更新啊 来管理机制的落实啊 这些当然都非常的重要 那但是我想对于我们 就是蓝队就是 防守的朋友来讲 很重要就是 就是蓝队人有责啦 大家都是蓝队啦 就是每个人都要 有这样子的风险的意识 而且要能够即时的 加入这个联盘的过程 那这个是 我想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再往上 好 那在整体政策的层面 在2021年2月 我们是在当事安基自然处 那现在当事安基自然处 那现在当事安基自然处 的时候有发布 第六期国家自然安全发展方案 也就是从10年到113年 那在这个方案里面 有一些就是最基本的想法 那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 那运行呢 是打造建然安全的社会国家 那三个政策目标 就是成为亚太自然业 那建构主动作业的基础网络 跟公司协力 来共创晚安的这种环境 那四个推动策略 分别失去 培植自主的创业能量 提升关键 就是设置的韧性 主动地域潜在的威胁 还有提升民间防护的这些能量 那这个里面就是刚刚提到 主动防治 威胁攻击 作源阻断等等 这个是非常多 integration的工作 那事实上 我们也知道之前 不管是在 就是我们的自然处 或者是刚刚提到的 本来的工业局 一些合作的厂商 或者是我们整体的 包含经济部 或者是我们在之前的CC 或者高度监力机关 里面的情况会等等 其实每个对于自己 所下的这些部分 都有一些要求 那我们在社会部 成立之后 这些要求当然都还是在 但是我们比较注重的 就是联防 就是去确保说 当情况发生的时候 法律强说在我们 不成立之前 同一个月 有一次免费的 在黄队测试 和黄队演练 那就是黄队 那在那个情况下 我们就立刻 就组成了 就是各个固域的自然长 这个联防的管道 那我们的防御的方式 也从一开始的 就是 稍微比较基础的方式 那很快的 就变成一些 best practice 的分享 然后网页 怎样顺点性开化 怎样不需要 靠人一直来 check 网页有没有被破坏 怎样导入整个 就是美容宣布网络 等等 那这些都是在联防的过程里面 去达到知识分享 知识分散的 这样子一个做法 那所以我们也 因为这样的关系 吸取那一次的教训 所以我们也提了新的 这个设法计划 就是在蓝队联防的 这个 framework 之上 再做一个 一切人把脚晃 对 就是Architectic and Builders 我们去找出一些 common patterns 那只要用了这些共同元件 就比较容易来抵御 这些新型开的攻击 所以每次攻击 我们就看出 这些相关的部会部门 包含是部门工部门 那些 pattern 那些 building block 是特别适合用来 防御这个部分的 然后我们就有一些 类似的巡建 这样子就是去确保说 好像围绕建筑 不要等它下次地震来 那我们就可以主动的 去辅导他们的重建等等 所以这部分也是 接下来包含 我们的书征司 就是之前的资本书 国家的资本书 以及资本书 就是之前的资本书 为吸收合作 专门来做这一方面 现在不知道要不要讲黄队 我们这些话里面 不是这样写的 就是Architect and Builders 去确保一些共同元件 有这种可能性 好 那下一页 那当然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新来人才 跟培植创业能量的方面 那第六期方案 会联合各个相关的 部会的力量 去确保说 我们的实战人才 化育人才的养成 还有很重要的就业的媒合 以及深化国际上面的合作 那因为高品质的科技的研发 是我们的自然发展的基石 所以我想不管过客会 还有部客会的科技办公室 之前本来就花了很多时间 在对话这方面的工作 也会推行各方面的自然相关的研究 所以我想我们会联手 不管部客会 教育部或者进行部 去找到各个场域 包含自然相关的实证 实习场域 或者是在印 我们都希望能够各别 和各个部会提供的资源 来培育我们实战性的 这些顶尖的自然人才 照项 那自然公企当然 刚刚讲到的 不会分产端学吧 大家都是目标 所以第六期的方案里面 也特别注重就是 跨领域的公司协同治理 运作的机制 那当然这里面就包含 我们在治安署里面 所推动的 治安管理法 推动到现在 各界有一些 希望我们精进的地方 我们都陆续在收集 那包含建立模拟的场域 实践应处能力 跟教学训练的场域等等 那公共领域的 自然实力的成熟度 还有国家层齐的 自然风险评估 这些都是自然署的工作 那当然刚刚提到 很多中央目的事业 计划机关 在现在已经有的 定期的集合的工作 之外 也要精进我们的 关键技术设施 自然的联防机制 那这边就刚刚提到的 亲自分享 通报应典 还有 自然的相关的合作 那在公司的各方面 我们会商量平时的 亲自交流 那办理 关键技术设施的 跨领域 跨领域是 上包含跨国 因为最近有很多 跨国相关的 这种 工房研练的这种提议 那还有各个 关键技术设施的提供者 除了设置自然长 还有强化人员的 专业自然的智能之外 那也是 特别刚刚讲到的 全民的这种 自然意识能力建构 来落实 这个自然防护的 基准 在那下 好 那 这里就是 特别讲一下 Zero Trust 好了 我们在 一部二组里面 去导入Zero Trust 并不是一个 就是 理念性质的导入 我们事实上 是要解决一些 很基础的问题 像刚刚讲到 怎么样养成 就是在远去办公的情况下 还是不牺牲掉 良好的自然习惯 的这种环境 那 又或者是说 我们在多元意志的 环境之下 像我从上任到现在 我都完全没有用过 Windows 我还是在用 Linux 或用一点 Android 跟 iOS 来办公 但这个 就跟以前 就是大家靠 Windows 的认证 就是完全不一样 又或者是说 当大家都是在用 系统载具的时候 我们本来不是 Web-based 的系统 尽快全部都 变成Web-based 那当然 Sweb的 可能比较 幸运的地方 是我们没有 legacy 并没有什么现有的系统 就是非 所以留着不可 所以大概就在最近的这两个月里面 大概都已经转换到这种 Vest-Bree的系统 那我们说Vest-Bree 也不是开玩笑 就是我们的这个 LG7的这个 权限 那我们的账户identity 包含分散式的identity 或者是MDM 就是社会的认证 或者是我们的 就是基本的 on-site 的这些地端的 这个 安全的厂商等等 没有任何一家系统 就我刚刚讲到的每一个category 都是不同的厂商 那这个topology 也跟以前的习惯不一样 以前的习惯很多 就是说 它就有4-stack 全部交给 某家来上核 但是 为什么我们要 那么强调 多元一致的情况 就因为只有这样子 才能够去测到 中间的互通性 理论上 每一家 对于它的上层下层 其实都有一些 互通的标准 一些interoperable 但是 如果你不去测试的话 那 等到中间 真的碰到问题 真的你要抽签 厂商真的你要roll out 你自己的解决方案等等的时候 那个笋头长在哪里 你就不知道 所以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每一层 就是往上往下接的 那个笋头 现在我们自己的咨询处 我们都花了相当多的力气 去确保 所以那每一个状况 都不会被vendor lock in 不会被厂商塞 而是说 我们之后publish 这一套方式的时候 每一个想要的部位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它真的可以 就是pub and play 它的那一套里面 它可以去抽换到 它自己 喜欢的厂商 只要它符合这个protocol 的这些 借头 所以这个也是 让我们的 这个网络的防御的纵深 也能够提高 因为很难 看到说 这个一个 一个CPE 能够打穿那么多不同的vendor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也 就是assum bridge 就是假设说 里面总有某个vendor 在某个情况下 一定就是有zero day 那在这个情况下 去确保说 我们还是可以维持 就是用信任者实验证的 这样子一个核心概念 那当然 在其他不是 就是一开始 就导入这个的 不管是实验 还是部位来讲 这个都是很大的挑战 绝对不可能说 按一个键就 突然间变成 我刚刚讲到那种 多叶一致的下口 所以我们自己 刚刚讲到 是部级的sah 那我们分阶段 导入推行 那过程里面 也都会留下 很详细的技术文件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 逐渐选择其他机关 然后来试着导入 来进行验证 那如果这些机关 它本身又是其他的事业 特别是特殊性质事业 的主管机关的话 那等于就是说 你的这个 努力事业主管机关 它开始累计 一些第一手的经验 那就比较能够制造出 像说 所谓本地云的落地 所谓trustworthy 或者confidential computing 所谓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就不会只是好像 发车里面抽象的名词 而是说在他们日常的工作里面 他们就对应到 他们自己平常就在使用的系统 那当然我们自己 会是从自己做起 来从刚刚讲到最基本的 什么官网啊 公文系统啊 门禁打卡啊 什么之类 来引进这样子 这些新的多云离职的 Zero Trust的一些概念 我们再往下 好 那当然 只有工部门来行动是不够的 必须要提升民间的防护能量 那所以我们会继续协助 各行各业 来提升自然防护能量 特别是DF3CC 那这一套通报的系统 那我们会更多的把它 上合到我们的部分数里面去 也坚持民间企业的本身的 自然性质的分享的平台 那我们同时是第三方支付 跟综合性电商 跟游戏电数的主管器官 跟电视线网吧 主管器官 这不是只有自然安全法 所以我们会鼓励相关的 特别是网络营修业者 就是大型的电商 来跟DF3CC 有更多的互动和合作 因为最近就是大家很关注 这方面的自然 那当然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些2C的business 他们也接触到 非常多世界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良好的习惯 在高超新新手的 自然equivalent 这些好习惯的话 那他们也可以帮忙来提 生命中的自然仪式 自然仪式融入过人的生活当中 那在强化供应链管理这件事情上 那这个方案也会协助辅导 各机关在办理委外作业的时候 加强对于委外厂商的实质的管理 那刚刚提到 自动讯晶片产品的安全性 包含半导体的研发 以及自动讯供应链 在制程的前阶段后阶段 相关的晶片显测技术 这些是很重要的资源投入 那还有就是安全的智慧联网 这个也非常重要 那这个方案会协助我们的电信验证 聚焦5G在各种不同的 应用场域里面的 自然的风险的预判 那也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 那同时也关注 万物联网的设备跟服务 来制定相关的合规验证 场域实证 而且也加速各种IoT 自然解决方案的落地 以及上用化 好 下一条 那我们随着各国陆续 去解决入境建议措施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明天 那我国也即将松绑入境相关的规定 那也跟全世界 MOSA 全世界 一起迈入后疫情的时代 那我想全球陆续都在疫情的期间里面 习惯有去办公 有去学习 有去健康交互等等的这些模式 那台湾真的是很幸运 就是当我们要roll out 这一整套文医治系统的时候 其实大概都已经成熟了 等于是前面两年多的 前半段2020年的整年 那各国就是被数位转型的这个过程里面 释出了的这些做法 那我们在现在导入的时候 是很幸运的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 因为大概都已经整个上面成熟了 但是看疫情之后 我想大家对于自通讯服务的依赖 并不会有疫情过去就全部都回到灵贵 当然是不可能 所以大家碰到的自然风险 我想还是有增无解 网络边缘各种环境 我想这些威胁还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 那就我们Earthstone Bridge的想法 其实就好像疫情不可能 永远都靠着边界封锁了 来完全控制 那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假设说 一直都一定有网络攻击时间跨境的 攻击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我们的自然的维护计划 在这个里面包含各个期限 面临到这种自然挑战的时候 也可以参考我们自然法里面 其实规定的相当详细的各项措施 不管是事前刚提到的维护计划 事中的实施情形 或者是及时的通告机制 或者是事后怎样进行 进行改善房屋作为等等 那这些我觉得都相当重要 那就像我刚刚讲 其实产业署主要是 跟各行各业interface 那它本身并没有什么 很critical的各资 或者是全国性的处理系统 所以它是C级机关 跟工业局一样 那但是当然本部跟自然署 当然就是A级机关 那企业也是一样 就是企业内部 每一个subunit 每个部门 每个系统 可能它的风险也有所不同 所以也可以参考我们 就是ABC级的分法 去做责任更新的分析 才可以用比较有效的方式 在有限的成分里面 来达到最好的防护 那最后一帐 好 那我想自然是持续精进的 风险管理 需要做人来一起投入 通行协力 才能够完善我们的防护网 那说过莫兰 刚刚大家可能 大家已经听到 就是不管叫做 顾忌沙盒 还是叫做 首先示范实证的场域 我想概念都是一样 就是大家 如果在民间 有一些新一新的 不满意词场合技术 或者是自然防护的技术 我们都很乐意 来选先采用 那选先采用之后 找到科兴的模式 那我们会作为 Internal Advocate 就是内部的成者 把这些概念 在相关的 目的世界主管机关里面 去横向扩散 那扩散之后 我想公公们跟私公们 就会慢慢 具有相同的语言 这样子的话 不管是跨域联防护 或者是自然医治的建立 洗手共创 我觉得就变得 越来越容易 那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Live on and Pasta 谢谢 我们谢谢部长 带来精彩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进行的是 两场的专题演讲 第一场呢 我们的主题是 资安对AI与ESG的影响 那我们将由 我们的洪海研究院